中国19岁小伙在擂台上 竟有如此恐怖的爆发力 将嚣张跋扈的日本拳王瞬间踢飞 看得观众直呼过瘾 这个被打飞的日本选手名叫袁田显雾 仗着自己是日本空手刀冠军 就嚣张跋扈猖狂至极 丝毫不把对手放在眼里 认为莱华就是正票子 因为中国选手实在太弱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但今天遇到了王瞬丽 你就要到大梅了 王瞬丽人送绰号拼命三郎 曾多次获得河南省散打冠军 在擂台上打法凶狠 尤其面对嚣张莱华的日本选手 无一例外都倒在他的重拳下 因此又被誉为抗日齐侠 今天有日本选手送上门来 王瞬丽一定不给放过他的 日本选手则是透露着鄙视的眼神 既然你这么想找死 王瞬丽一定满足你 比赛开始后 王瞬丽率先使出高扫攻击 日本选手则是后仰躲开 随后日本选手开始发起反扑 王瞬丽则是丝毫不拒 继续使出势大力尘的扫踢攻击 日本选手还想要用重拳反击 结果被王瞬丽抱在地 起身后日本选手眼神凶恶 恨不得将王瞬丽吃了 这时王瞬丽抓住机会 突然使出一记转身后登攻击 日本选手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想要疯狂地进行逃窜 结果被一记转身后登击中灭门 日本选手瞬间被打飞出去 险些掉出擂台外面 裁判则是上前进行赌秒 没想到这个日本选手非常顽强 还想要坚持继续比赛 王瞬丽则是被彻底激怒 压上去又是转身后摆 吓得日本选手慌忙躲避 保护整个拳台就都是他的 王瞬丽相比之下也是手强腿强的 应该是 这张比赛没有什么悬念 就看这个王瞬丽 咱们再接下来一个击对手 这时日本选手不知死活 竟然用刺拳挑衅对手 王瞬丽直接高扫上头 日本选手反应灵活躲了过去 王瞬丽则是乘胜追击 打出一记凶狠的重拳爆头 日本选手再次被打飞在地 但这次裁判并没有进行赌秒 认为日本选手只是滑倒在地 起身过后 日本选手嚣张地使出低扫砍腿 王瞬丽则是抓住漏洞 突然使出两记势大力尘的扫踢 日本选手再次被踢飞在地 显得十分狼狈 最终双方打满了三个回合 在王瞬丽凶猛的进攻下 日本选手挺了过来 不得不说日本选手着实地抗揍 王瞬丽凭借多次击倒日本选手 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为我们中国硬汉点赞 使用转抗揍